公园中120年才开一次的竹花开了 引得市民们纷纷过来打卡 但是古人称竹花盛开是天地一变的前兆 这不天空中就出现了一道诡异的彩虹 路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弟弟怪兽巴克斯就窜了出来 副队长科普道 当巴克斯出现时天空会出现神秘的发光现象 但怪兽在几十秒内移动了两千米 副队长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于是队长派出了奏大和龙门去现场调查 怪兽出现很有可能是因为工厂抢了他发育的能源 此时彩虹出现巴克斯现身袭击工厂 奏大疏散工人 龙门却在攻击怪兽的时候被废墟压住 尽管如此他依旧没有停下 香秀术都要直呼呀 你就是新的陆地猛火 和龙门想的一样 巴克斯在吃了工厂的能量后就撤了 而奏大终于赶了过来救人 基地里部队长和哈乃次郎 还在研究巴克斯是如何顺移的 队长问起了龙门的伤势如何 嗨 队长你就放心吧 他伤势没问题 就是心里有问题 奏大和龙门聊天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呢 龙门直言啊 我家境富裕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哼 如听人言讽 龙门表示他以前都是靠父母 只有精英胜利队的工作是自己得到的 之所以连伤都没好就锻炼 是因为他看到了奏大也在偷偷的训练 他表示这份工作要么不做 既然做了就要做到最好 哼笑死 你们两个都是卷王之王吧 基地里众人终于知道巴克斯出现 是因为食物被抢了 根据最近地震的所有线索 龙门推测出了巴克斯的老巢所在地 为了探测具体位置 这次终于轮到龙门开猎鹰号了 而奏大和千夏则是提前疏散群众 这一扫描就不得了了呀 怪兽就在市中心的中心 而巴克斯又出来了 奏大转身离开变身为闪亮型灯草 嘿不愧是你上来就是忙啊 但是弟弟突然冒出来了一对触手 把德凯拖入了地下 破案了破案了 原来有两只怪兽 而他正是弟弟怪兽古墩 随后巴克斯也下来了 龙门开着飞机也来到了三千二百米地下 他一进来就看到明日剑秀术在一打二 在战斗中古墩用鞭子打德凯就算了 甚至连自己人巴克斯都打 总之就是德凯打不过这两只怪兽 关键时刻呢还是得靠龙门救一下 话说这段镜头是真的帅呀 在这个过程中 龙门发现地下不止两只怪兽 还有一只泰莱斯通 以及数不尽的双尾怪 呃 这是捅了骨堆的粮仓了吧 德凯都表示 我上次见敌人这么多 还是在第一集的时候呢 在德凯愣声的瞬间 泰莱斯通发射了熔岩射线 哈 这还怎么玩啊 人多势众吗 我也会呀 于是德凯放出了阿基拉 不得不说阿基拉真猛啊 一招秒了泰莱斯通后就撤了 但德凯的情况依旧不容乐观 不仅被锁猴还被火烤 幸好队友会打配合呀 只见龙门对着巴格斯发射了标记弹后 故事号开火了 不仅伤了巴格斯 连双尾怪全被羊了 眼看着手下的小弟 以及过冬的两后队长表示 越来越期待他们的表现了 事后龙门说起了小时候的事 原来他也遇见过怪兽灾害 是TPO的人救了他 从那时起 他就立志做一个保护他人的人 本集完 话说这一集的剧情也依旧在线哈 大戏好看 关于龙门角色塑造的文戏也好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